大家好,我是藍古江,欢迎收听财经策局 今天的题目是金融峰会,重返世界中心,亦或只是围炉取乱呢? 去年11月,香港逐步开始解除疫情的封控措施 为此召开了两项的大型国际盛事 首届金融峰会以及国际七人篮球赛 无可以否认,当时的对疫情后重创的香港社会 两项城市都有助推动港人逐步伏上 重新感受过去三年消失了的国际都会魅力 当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向外宣布香港重回世界舞台 时间一年,李家超说今年的峰会参与人数更多 可以反映香港已经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 但回顾去年的金融峰会 我们在过去一年到底达到多少具体目标呢? 香港在什么程度上重回了世界舞台呢? 其他不说了,我最深刻印象是特区政府 在去年的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 发表了有关虚拟资产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 破天荒容许散户参与加密货币交易 未九一年香港就爆发了JPEG之乱 成为了香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骗案 负责监管的证监会更加要亡羊补露 由最初不承认有监管漏洞 到时隔几日之后要改口紧急收定加密货币的平台名单 以免在有平台在一年过渡期内温水摸鱼 毫无疑问,特首说的重回世界舞台 绝对是一语成真 只是这种震撼全球金融市场的骗案 是不是特首心目中的世界舞台呢? 就另当别论 在去年的峰会上,还有两件事是我印象深刻的 第一,是五名大行的CEO临时脱底缺席峰会 第二,就是当年的重量级嘉宾 请来中证监副主席方星许 在这个全球的金融峰会上 主动质疑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全面而且短视 甚至叫在座的外资大行 不要看太多的国际媒体 最后更呼吁投资者 不要跟中国跟香港对赌 我们姑且看一下 不要跟中国跟香港对赌的成绩 行指在今年初的高位下跌超过两成 步入熊市 表现是全球主要市场之中最差的 上证指数一年来原地踏步 更加一度跌穿3000点的心理关口 人民币更加像江河缺提 一年来曾经贬值接近一成 对美元曾经跌穿7.35的心理关口 创2007年的新低 原来只要够胆放手做淡 跟中国跟香港对赌 过去一年绝对是收获丰富 好了回顾了去年的金融峰会 这样比较下来 今年不论出席人数和环球CEO的数目都超过去年 单是来自投资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 和其他投资公司的行政总裁 和董事长 加上就有九十几人 而且卫卫星光熠熠 总算是证实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特首说的回到全球舞台中心 应当废墟 请问 同香港媒体大多报道金融峰会的一些港者 怎样看好香港金融中心前景 以及信任一国两制 《伟家日报》发表的专题文章 标题是 《伟家投行高管齐聚香港峰会》 对中国的话题却是三鉴其口 文章详细记录出席论坛的大行高层发言内容 发言在这次的投资峰会上大多数讨论的 都对中美关系 中国经济放缓 以至香港股市下的这些敏感话题 都是避而不探 摩根斯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瑞银的董事长 参加了一个有关金融稳定小组的讨论 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谈到美国银行体系的话题 去年缺席的花旗首席执行官 当日是参加了一场主要侧重技术领域的讨论 《伟家日报》早前发表的评论文章 已经提出特首李家超在美国制裁之下 不能够出席11月中在三藩市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日峰会 但对多名美国金融巨头出席香港金融峰会 《伟家报》形容是向李家超跪下扣头 表明是为了受制裁的李家超 同日益不自由的香港 而拿自己的声誉冒险 显然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全球最大投资银行 包括花旗、高盛和大摩 都面临着中美紧张局势带来的政治压力 在对待中国市场的问题上小心翼翼 发表的讲话内容都是不着边际的假大空之言 结果他们的谈话内容只是金融界在围炉取暖 几乎完全忍不起媒体的关注 但不是还有很多国际投资者在赞赏香港的优势吗? 事务基金泰盟投资联合创办人 Chris Grado 称赞香港吸引人才不成问题 并且拥有良好的法制 帐户资本的联席董事长 Horwick Marx在峰会表示 香港是成熟和高度发展的社会 在一国两制下处于稳定的状态 还有作为全英国最大的对冲基金 Marsall Weiss 他的联合创办人Paul Marshall 说在中国有投资过去多年来 一直都带来大额的回报 必须要指出 这些讲好香港故事的对冲基金 和投资银行的负责人 他们有自己唱好香港的理由 有亚洲小黑石之称的泰盟投资 去年已经传出有意在香港上市 但一年下来却未见进展 但对手已经完成上市了 杖树资本近年扩大在香港的房地产投资 包括接管原属于恒大元朗和南生为的项目 以及原属工人的何文田项目 至于对冲基金Marsall Weiss 尽管今年讲好中国故事 但翻查2021年的记录 正是Paul Marshall本人批评当时 中央对科技和教育行业的打压 令到投资者却曝 甚至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美国ADR已经无法投资 而且不值得为中概股而冒险 事实上全球离开香港的金融机构名单正在加场 最大的美资公务基金领行 已经先后退出香港和中国 并且关闭在华的办公室 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以及澳洲的国民银行也会撤离 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之一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 计划关闭香港的选股团队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和英国的三间进职调查公司正在将员工迁出香港 所以当泰盟投资的归曹 称去一国两制令香港有更大的弹性营商 应用吸引人才无难度 但这个与客观数据明显有落差 事实上不少的跨国机构从香港迁往新加坡 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发现 四成的美资公司由意撤离香港 到底谁是讲真心话 还是有另外的政治经济目标呢 大愿我们的官员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分得清楚 今集讲绝了 我们下星期再会